好,所以我们把如果把Canva用在教学上 各位为什么有些老师可以变成super教师 为什么你不行 为什么南洋街哪些老师这么的有名 他们的教材教法这么厉害 其实就是有一些概念 那在Canva里面 它可以很容易达到这些东西 比如说 在教学上使用Canva 那其实把你的教材 第一个简单化 所以你要简单化 你必须要有一些具象化的关联或比喻 那我在这张图上面 我就把它用这个大约等于的符号 我就找了特别找了这个符号 然后简单化、关联化、比喻 那就把这个简字抽出来 然后概念图像具象化 就是你的概念 我们用这个图去呈现 用具体的图去呈现 因为各位都知道 我们人类解读图 比解读文字要简单容易的多 这个跟李俊宜老师讲的 那个人类的生理机制有关系 那所以你用图来表示它一定更容易理解 所以我就用图有没有 这就是一个图的那个图案 然后把这个图给找出来 把字key上去 然后数据更有说服力 所以这个是数据对不对 看一看就知道是图表 然后有说服力 就是有证据 有证据 我抓了有 然后最后 关联听者才有感 就是你的东西跟听眼说的人要有关系 他才会有感觉 所以我抓了一个新的图案 然后把这个感抓出来 那你看哦 简图有感 这个图是不是就 把Canva用在教学上 它的方式其实就是简图有感 那所以就是简单化 把你的那些复杂的那些概念 把它弄得很简单 用几个关键字代表 然后把它变成图片 然后提供证据 提供数据 然后跟关联者拉上感觉 你的那个Canva 就是你的教 或者你用Canva呈现的教学 就会更有说服力 那这个是之前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一个行销黄金圈 那各位当老师 其实某部分你是在做业务 在做行销 你为什么我讲的很多人会买单 为什么那位老师讲可能就很多人不买单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其实就是行销黄金圈 那所谓的行销黄金圈 以前我们去买电脑的时候 你去那个 去电脑公司买电脑 他那个业务一定会跟你介绍 这个电脑 有什么功能 然后荧幕有多大 然后硬碟有多大 对不对 他是从画的开始 然后 然后去鼓动你买 对不对 但是你听了就没感觉 因为他不懂行销黄金圈 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我要卖电脑 我会先稍微问一下听者你是什么身份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先提供他 为什么我要用这台电脑 就是我会把我人生中 因为用了这台电脑的好处 我都告诉他了 我因为这台电脑 我获得人生重大的成就 所以我今天 我的简报有做了一些设计安排 对不对 这个我不能明讲 因为我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有讲真答 那所以我会先跟你说 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我给你一个成功案例 或者我给你我亲身的案例 让你很有感觉 勾动你的情绪 等你的情绪出来了之后 我再跟你说 可以如何用 然后可以如何用之后 我最后跟你讲说 他可以用这么多东西 所以你还可以延伸使用 那这样是不是人家就很容易买单 那这个有很多的 这个跟那个生理机制也有关系 那所以人们 会跟你买东西 买的其实是相信你 是相信那个价值 而不是相信那个东西真的有 有多好用或多便宜 所以我们在做行销 或者是说 我们在做教学的时候 你或者甚至你在申请计划 你要先画大饼知道吗 你要先跟那些评委讲说 因为我用了这个东西 让我的学生未来会发生这些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一定要获得这个计划 就类似这样 先画大饼给他 先感动他的情绪 然后才把你要我需要多少钱买什么设备 才把这个东西给拉出来讲 那你就会很容易成功 就很容易成功 好那 好那